侯友宜很明确面对到一个事情 第一个 国民党内部的怡侯论 我坦白讲是越来越明确 三个讯息给大家看 第一个 郭侯之争 歹息脱膨 途征变数 中南部涌现 反侯挺郭 有红挺柯的 不寻然氛围 这是这个记者 访谈了非常多 中南部的地方人士透露 他说中南部很多地方人士 对于侯友宜是打个问号的 他发现说 侯友宜可能有问题 我们要不要改替郭台铭 如果真的侯友宜出来的话 我们跟他去支持柯文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黄世修 黄世修算是国民党的 你不能说始终支持者 可是他算是蓝军战将 国民党在四大共同 也跟黄世修合作 洋洋洒洒烈了 几十项的侯友宜的问题 而且黄世修还说 他这几十量 只算小裂几十项而已 又说侯友宜切割国民党 不敢捍卫人民安全 又说侯友宜岁月静豪 勾结反核利益 回台湾不敢讲九二共识 最近对九二共识 是走蔡英文路线 市长连任百日 跑去跟蔡英文表忠 首谈国政议题 却GBT打爆 只是想到自己 不管他人死活等等的 所以国民党内部 是不是真的有以侯论 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的好朋友 新的民调出来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 游一龙的民调出来了 赖希德不谈 遥遥领先 继续领先 可是侯友宜跟郭台铭 一个是26.0 一个是29.7 只差3.7 要弯到超车了吗 我先说 林涛刚才真的 非常努力在辩护 不会啦 他算是蛮中肯的 我不是说非常努力 我不是说像院子都用拗的 但我帮他补充一下 去新加坡找我就可以了 南洋理工大学 我弟们念南洋理工大学 我可以帮侯友宜 瞧到国立新加坡大学 还有呢 你弟念南洋理工大学 你也拿出来讲 南洋理工大学 是第二好大学 你弟了不起 还没去学生餐厅吃个饭 不管是我自己去新加坡 跟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学者都熟 好不好 是要把自己脸上贴金 还有香格里拉饭店 不是只有马锡惠 每年有那个香格里拉对话 你要说侯友宜呢 准备去那里实习 在香格里拉对话过程之中 展现他的国际观 这样讲可能会更好 也不错 这三点我为大家做说明一下 之前呢 就只听到一堆名嘴说 如果国民党找郭台铭的话 惠文哥怎么说 惠文哥说他宁可支持赖心得 支持民进党 你可以发现很多的来源的名嘴 基本上对郭台铭是有很多意见的 尤其是中四辈的那家媒体的直播 对不对 因为那是蔡衍明 蔡旺旺的关系 但现在有一种氛围出来 因为过去说要挺郭台铭 嘴巴不敢说 只能私下做 可是现阶段有种氛围 那个氛围是什么 因为侯友宜争议很多挺郭台铭 也不是很丢脸的事 政治就是实力原则 不是是西瓜派 国民党人闻到了 发现郭台铭起来了 赶快挖过去 政治就是实力原则 更何况那里有更大的投资报潮 对 人在情义在 而且要出来选的话 资源子弹最重要 没有吗 郭统基本上可以帮你准备 尤其要选立委的人 你可要搞清楚 这压宝院压得好 所以第一个 氛围风向在做变化 第二个是什么 黄世修那些十大理由 基本上就归纳一点 什么意思呢 侯友宜人员不好 OK 罗友智那个基本上 就是跟他有恩怨 那个恩怨基本上 在媒体圈的人都很清楚 没错 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有一天 我们才会为大家开直播 没有反正这几年 罗友智只要去莫宰阳喝两杯啤酒 就一定会讲错 对对 同样的 黄世修为什么看头也不爽 讲人电视行嘛 你挡我的何事嘛 就这么简单嘛 其他的我认为都是 可受公平 欲加之罪很万无耻 黄世修就觉得 在四个共同的过程之中 你凭什么 对 不表态 甚至呢 在那四个共同之中 你针对我啊 黄世修啦 所以呢 这一点看出来啊 侯友宜的身段 基本上虽然柔软 可是呢 在江湖中啊 其实有很多人对他不爽 那你看哦 除了有人要钱财之外 还有什么 趁妻还来报仇啊 我看你帅啊 基本上就射你箭 所以这叫黄世修 罗友致效应 第三个 他很多可受公平的事情啊 那个郑传媒啦 零传媒啊 最新的 还有我们的呢 这个 你好朋友 游一龙 你干嘛结巴 你干嘛结巴 阿布拉老师啦 好不好 政府民调 我又有意见啊 因为游一龙老师 民调永远都是柯文哲 相对被高估啊 这是业界基本上觉得 他对小党比较友善啊 只能这样讲 柯文哲基本上都是 你比较适的 我不比较适的啊 你看人家都是做 17 18 柯文哲在他的做的都是 都是22 那没关系 我专用他连救调查 但是呢 民调也告诉他一个趋势 什么意思呢 郭董基本上磨刀祸祸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以趋势来看的话 侯友宜是往下走的 郭台铭的起手势啊 现在做的还不坏 加上风向在做变化 人心是险恶的 人心是现实的 只要西瓜效应啊 跑出来 再叫叶仁芝不乱强调 叶仁芝这两个礼拜 跟他同台六字啊 他都带什么风向 侯友宜私下口才便起 他口才可好了 他刚好觉得沈护雄 对对对 搞不好那个论点是 他给沈护雄的 还有啊说啊 民进党就来吧 你们我们正准备啊 要提早呢 这个市政质询啊 这个陈乃瑜啊 或是张志 没有张志豪啊 陈乃瑜啊 对黄淑君啊 或是啊 戴伟山你们来吧 叶仁将党损来吐烟啊 侯友宜基本上很熟人 他带这个风向 是什么意思啊 民调虽然往下 侯友宜有一个最大的什么 舞台 就把市议会啊 当成是初选的 个人的主秀啊 其实是 对 事实也是如此吧 其实是 还有时间对他有利嘛 因为 郭董如何在短短 不到两个月的状况之下 要赢很多 其实你讲到重点 我觉得这句话 你把它讲深一点 市议会 民进党对侯友宜的攻击 如果你没有决心的话 你就觉得这是个炼狱 没错 你如果有决心的话 你就觉得这是个战场 这就是个机会 当时韩国民调怎么起来了 就是在市议会 被民进党干的嘛 所以侯友宜如果够掉的话 他那市议会好好跟陈兰瑜 吵一下 搞不好民调会起来 对啊 就是直球对决嘛 好 这东西就是相生相形嘛 就是同板 两面嘛 侯友宜如果弄得好的话呢 基本上 他就解套啦 如果侯友宜弄不好的话呢 那也帮人家解套 帮谁解套 帮郭台铭解套 我最后说 一人是在带个风向啊 所以说 侯友宜口才变起 侯友宜直球对决 侯友宜呢 现在这一段的补习班 已经把所有课弄完之后呢 他带个风向 郭台铭啊 要赢也要赢得够多 要赢到呢 大幅 我们 我跟那个时期啊 都问这个业务员师啊 多是多少 他说这是一种氛围 这是一种感觉 我问他说 7%够不够 7%很多呢 对 他讲的意思啊 言下之间好像赢10% 开玩笑 赖清德才赢 先前段赢后赢 3% 有没有10% 6 7%而已 哦 那个什么 侯友宜啊 不 郭台铭居然要赢侯友宜 赢到10% 赢到10%就赢超真了 开什么玩笑 所以呢 现阶段啊 机会 天堂跟地狱啊 只差一线之间 看侯友宜啊 怎么表态啊 或是怎么处理 最后啊 我说他出国赛心间思考 真的是很蠢 是 为什么 嗯啊 就让我们好好发挥嘛 小弟都搞不清楚状况 不知道 不然呢 小弟想要为事啊 开个记者会啊 反过来公干何博文 那蛮好笑的 国民党中央今天早上开的 可是啊 你就任人宰割这四天哦 你真的觉得回来之后呢 这件事情大家四六就算了吗 对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